在释迦牟尼灭度后1500年 地藏菩萨 释迦牟尼涅槃1500年后的那一年 这个地藏菩萨转世 转世就是他的神世 整个是他的神世身 不是他的化身 转世在朝鲜今天的南韩 做了一个王子叫金桥诀 后来他受启示去了中国的九华山 我们中国有四大菩萨名山 其中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这根据大修正者的证验 证明地藏菩萨的转世就是金桥诀 这个后来他在地藏 这个在九华山修道成功 成道日 因立的7月30日 来定位地藏菩萨圣诞日 成圣了 成道了 然后开始度众生了 这是他后来也修成肉身菩萨 就是今天他的肉身还在九华山 这个本尊殿里面 有一个殿是供奉着金桥诀 也就是地藏的转世的肉身 将来有机会带着大家去朝圣 千百年来 这个关于地藏法门 这个大家误会的很多 尤其在当今这个世上 一提到地藏菩萨 大家都喊猫直说 有的人甚至说什么 地藏菩萨不能在家里供 也不能在家拜 也不能在家念名号 为什么呢 一念把鬼就招来了 因为他在地狱里面 这是一大误会 他是不是只是在地狱里面待着 只管地狱里的众生 实际上这个幽冥众生 你们问问你们自己 是不是幽冥众生 还是你们大明白的众生 我想你们中间没一个敢讲自己是大明 大白 大彻 大悟的众生 那你没有明白 你不是幽冥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教主 幽冥教主 实际上他不是在地狱里面 不只是在地狱里面 他是游行在六道 包括我们人间 因为我们也是幽冥众生 不但我们是幽冥众生 天界众生 是不是大明众生 明星见性了 就成圣者了 就成阿罗汉批之佛了 你没有成阿罗汉批之佛 都是六道众生 大家都是幽冥众生 那么对我们来讲 跟这个地狱众生 没什么两样 你也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之一 所以这个幽冥教主 大家不要再害怕 不敢在家里供地藏王菩萨下 不敢在家里念诵地藏本愿功德经 不敢称名念诵地藏王菩萨 这都是一大误会 这都是邪师说法 如横河杀众 导致误导众生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